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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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是丁小雨 現在人在宜蘭大同鄉的英式社區 其實之前就有來過 但是沒有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邊的一些景點 那這次要帶大家來的是 泛泛溫泉也可以叫做是蓬蓬溫泉 其實它原本是叫蓬蓬溫泉 那大家都一直誤念 把它念成是泛泛溫泉 才會叫做泛泛溫泉 那這次要告訴大家的是 一個大自然的野溪溫泉 很棒的景點 今天就帶大家來看看 說它是在英式社區裡面之外 在它的這個門口外面這裡 也有一個公車站牌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這邊 來做一個搭乘的部分 前方這條橋就是英式橋 開進來這裡會有一個停車場 大家可以在這邊停車 然後呢這裡停車是免費的 停車場這邊有寫一個步道路口 我們就這樣直接走到這個籃球場 跨越它就是了 這裡是四季國小英式分校 這裡有一個指標 泛泛野溫泉的步道路口 踏越籃球場之後 這邊往河堤走 有一個階梯 直接走上來 紀錄下12點21分出發 好美喔 超美的 這個地方啊 就是英式社區的活動中心 河堤的終點 然後看到一個這個 泛泛溫泉路頭 這裡往下走 繼續往下走 走了7分鐘左右 會到這個便橋 大家就可以這樣子越過這個便橋 然後走到對面去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除非你是四輪驅動 或是大腳車的朋友 才適合開進來 那一般是不建議啦 就停在停車場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走這個便橋過橋 然後再越過這個大石頭 如果是開車的話 會從這邊下來 停在這個地方 接下來啊我們是這樣子 沿著溪往上走 哈囉 順帶一提這個地方 是沒有更衣室洗手間的齁 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 把自己的這個衣服先穿好 再過來喔 哇有吸水耶 好舒服喔 超舒服的 現在完全都沒有塑到溪喔 我們現在呢 就是沿著這個石頭 那是這樣子的路段齁 大家可以選擇一下 適合的鞋子 可以穿水陸鞋 或是塑溪鞋 現在我們走不到15分鐘喔 這邊的水已經是熱的了 沒錯這裡已經是溫泉了喔 超快就抵達的 這裡的石壁我覺得超漂亮 保持安靜愛護大自然喔 這裡啊也有一池 其實這裡也有 然後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只是現在目前裡面是沒有水的狀態 就是搭著人造池 已經有很多池可以泡了 那我們要繼續往上走 還有別區 那比較靠近下游的是B區的這個溫泉 其實走這條路喔 好清澈喔 好想要去玩水耶 哇 水是熱的 這裡也是滿滿的溫泉喔 那這裡也可以泡湯 然後這裡也是 哇前面人超多的 然後這裡也有 大家可以去摸摸看它的水溫 然後裡面走一點點啊 這個地方就是泛泛溫泉A區 我剛剛路口那個地方是B區喔 那有兩區 基本上在這一區我覺得它的這個佔地非常大 你看有非常多的這個泉池都可以泡湯 我大約花了19分鐘左右的時間 而且我是慢慢走 很緩慢走的慢走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 以增長速度 或是稍微走快一點的朋友 基本上十幾分鐘 就可以抵達這個 非常CP高的椰池溫泉 我上一次在這裡夜泡 我覺得這裡很棒 然後很多年輕人也很喜歡來這裡喔 你們看 有非常多部分男女老少 都聚集在這個溫泉部落泡湯 1 2 3 4 5 6 總而言之超多池的喔 超過20池 大家看一下這一區喔 超多的接連起來 那如果你不隔開 它簡直就是一個超大的大眾池的概念 我覺得 而且我跟你們說 在靠近溪水的這個旁邊啊 你不要看這三個喔 這四個 它其實全都是溫泉 這裡這裡 1 2 3 4 5 6 7 8 然後前面很多池喔 靠近溪水這邊也都是熱的溫泉喔 甚至不斷有溫泉都還是會從地裡冒出來 好的在我身後的呢 就是蓬蓬溪也可以稱為叫做泛泛溪 那這邊的人會說它是會走動的溪喔 每一年其實溪水的變化 它可能會今年是走這一道路 或明年會往我左側或右側都不太一定 其實這邊的人會說它是會走動的溪 是不是覺得很有趣啊 哇 在大自然冒野 吸溫前真的是最棒的享受 在這裡的人好幸福喔 這一池是冷池喔 超舒服的 我剛剛進去啊 覺得很棒 射的夏天 這一池超燙 綠綠的這一池 清開池 你們看這邊都會冒煙 那因為礦物質的關係喔 所以你會看它這邊有一種就是 鐵紅色的這個感覺 然後有很多清開 我剛剛泡這池啊 然後發現它那個礦物質 就是鐵的味道非常重 很特別這一次 我覺得應該要360度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裡紮營路已經很不錯 我自己會想要來這個地方 好我們現在在下午2點45分 要離開了這個泛泛溫泉 然後這裡真的是一個我覺得非常棒 然後泉池非常多 很適合露營啦 玩水啦 泡湯的一個景點 如果下次你想要就是 找到一個宜蘭大鵬 這邊的一個景點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來這裡喔 以上是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分享按讚 記得下一次 如果想要看我去什麼景點 記得在下留言告訴我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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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s了 我們看下留言 就可以了 來你們下次見 看看